中医诊所累积的塑胶罐 致供每周来回收 包装用的纸箱 也都是他们眼中的宝 原来是黄师傅 黄眼咒还带来 另一家医疗诊所 收集来的回收物 交给环保车 用了那些药棕 我就会储卖 给我们买 拿去做 这医疗车和药材袍 他们帮我们收集了很多年 香港慈祭职工一周四天 穿梭九龙和星界一带 定点收集瓶瓶罐罐 纸类和电器 为的不是数量 是守护环境的移民性 生物质多不多 其实不是太多 比以前的数多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来说 开了很多的20个月店 我们之前收集的 只要收一些衬服 或者一些老人院 有时要收一些丹水公园 那些钱而已 以那些为止 也是收尖三嘴这些酒店多 希望帮到 真是可以说 好像常人那样说 救对月后 但其实我们真的力量很小 所以希望继续 已经分类捆绑好的纸类 环保车直接送到回收站 卖掉 减少存放空间 提高回收效率 整理好的塑胶制品 也跟米家定点交货 一车三人行当中 陈国柱曾重逢过 妻子建议他到环保站付出 当作附件 最近才开始 周一和周五固定转车 我觉得来这个厨房 我没可以当温度 我这些温度 我也会温度 无论晴宇 地球防卫队 脚步坚定 需要分类的物品 还有环保运行馆的志工 助一臂之力 共同为香港这片土地爱耕耘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 谢晴 香港报导 谢谢观看